12月16日,美联储最新通过了一项规定,正式将SOFAR替换LIBOR作为金融合约的备用基准利率。 作为曾经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数字,LIBOR将在2023年6月以后退出历史舞台,不再扮演为贷款定价的角色。 自2022年开始,许多抵押贷款机构的浮动利率贷款都与一个指数SOFAR息息相关。 那么,SOFAR是如何影响浮动贷款利率的呢?为何要使用SOFAR来替代LIBOR呢? 本期视频,我们将从什么是浮动利率贷款讲起,带大家搞清楚计算浮动利率要关注的SOFAR到底是什么。 随着目前利率不断走高,许多人开始选择ARM浮动利率贷款。 所谓浮动,就是说在还贷的这些年间,利率是有变化的。 前几年所在一个固定利率,而剩余年份的利率会定期,一般是半年或一年,重新调整一次。 比如,51ARM的意思就是,还款的前五年锁定利率,之后的利率每一年变化一次。 不过,在浮动阶段,利率的调整也是有上限的。 比如,51ARM一般后面,还会有三个数字,2,1,5。 第一个2,是指首次改变利率的上限。 如果你前五年的初始利率是6%,那第六年利率最高不能超过8%。 第二个1,是指除第一次外,每次调整利率的上限。 也就是从第七年开始,每次利率的调整幅度最多不超过1%。 第三个5,是指在整个贷款期限内的利率上限。 也就是30年内利率始终不能超过11%。 由于ARM的计算方式较为复杂。 借款人如果对ARM不熟悉,往往就很容易踩坑。 所以,搞懂浮动利率的计算方法,对于借款人来说,就非常重要。 对于51ARM来说,在前五年之内的固定利率,叫做STAR RATE。 第六年开始的利率,就是Fulling Debt Rate。 这个Rate计算方法是Index加Margin。 其中,Margin是固定不变的。 而Index一般是30天期限的SOFAR均值。 如果Margin为3%,按照目前4.06%的SOFAR来计算。 第六年利率就是7.06%。 那么这个SOFAR到底是什么指数呢? 我们可以先从浮动利率贷款是如何产生的讲起。 在60年代的伦敦,当时通胀飙升。 由于正处在通胀上升阶段,利率有很大上行风险。 所以,没有银行愿意以固定利率发放长期贷款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银行创设了一种定期重置利率的贷款,也就是现在的浮动利率贷款。 在每个重置日,各个银团成员会汇总各自的拆借成本作为重置利率的参考。 从而根据融资成本来调整收取的利息。 而这个重置利率的参考,就是我们常听到的Libber。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。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,计算浮动利率式的index都是参考这个Libber。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,一些银行为了掩饰自身的资金危机,不愿意爆出更高的拆借利率。 而这就暴露出了Libber的巨大缺陷。 由于Libber没有真实成交基础,亦被操纵而广受诟病。 自此,银行间的拆借需求开始急剧下滑。 为了应对Libber消失的风险, 美联储在2014年专门成立了替代参考利率委员会, 致力于寻找能够替代Libber的新参考利率。 经过三年的努力, 2017年6月,替代参考利率委员会正式选定SOFAR, 也就是担保隔夜融资利率作为替代利率。 由于SOFAR是基于国债抵押回购市场的隔夜利率, 几乎没有信用风险, 并且是通过成交价计算,操纵难度极大。 此外,SOFAR是货币市场成交量最大的品种, 能最大程度地反映资金市场的利率水平。 所以,从2022年开始,SOFAR就被作为大多数浮动利率贷款定价的标准。 目前,美联储正处在加息周期中, 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也处于高位, 不过,带到通胀出现明显回落, 美联储最终还是会进入降息周期, 而房贷利率也会回归到正常水平。 如果将来市场利率出现下降, 选择浮动利率贷款会有效地减少还款成本, 并且,借款人无需进行重贷, 即可享受利率下降的好处。 此外,浮动利率贷款在锁定期的利率 通常也会低于其他固定年限的贷款, 前期的月供也会相对较少。 所以,在当前的情况下, 选择浮动利率贷款就不是为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és尊重叹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卓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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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卓",